由僑委會與菲律賓華文學校聯合會主辦的一百零六年 非華校聯暑期師資講習會 在菲律賓喬中學院舉行 吸引來自十八所僑校的一百多位華語文教師報名參加 自一九九三年成立以來 菲律賓華文學校聯合會 每年都在僑委會的協助下 聯合舉辦暑期師資講習會 以提升菲律賓地區華文教師教學知識及技能 今年被林派到菲律賓的講師有 清華大學副社實驗小學教師張毅如 新竹市親子館講師黃新田 幼兒園園長葉雅萍 明川大學兼任講師劉寧珠 及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生成育迷 那我們這次五個人的課程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我們有做到了一個比較工作方的一個範例 也就是說雖然學員比較少一些 那我們在分組細緻上可以增強他們的學習廣度 例如說我們的工作方可以從一個文本分析閱讀 到了聽說讀寫唱跳到達戲劇表演 整個做一個完整的結構性的一個衍生學習 那還有我們這次有僑委會的新編課程 在學華語向前走 這是一個非常活潑很適宜的一個課程 希望大家都能夠喜愛 那我們在推廣的時候 老師們覺得非常非常實用 一夜裡面參雜了許多許多的活動 以及很多很多活潑的課程 這樣非常適合菲律賓小朋友喜歡動 喜歡活 喜歡學習的一個環境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班上的學生程度落差是比較大 那電腦課的學生程度落差比較大 就會比較難上課 所以我們在大概第一天上完課以後 就跟主辦單位討論了一下 最後我們就決定還是拆成兩個班 那拆成兩個班以後呢 就另外找了一位蔡老師 當地的蔡老師教基礎班 我就負責教進階班的部分 那進階班的同學大部分基礎都不錯 所以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其實就學生也很認真 所以我們很快的 就大家都能夠趕上我的進度 葉雅萍和黃新田教導的是幼教組 這天上課的內容是繪本分析 創意素材結合音樂遊戲唱游 張毅如則是教導小學中小年級組的學員 繪本教學 唐詩唱游及功夫文字權 劉寧珠就和小學中高年級組的學員們 研究文本分析和新制圖發表 每年這個僑委會還有 小年共同舉辦的師資培訓會 如果有辦法的話都會盡量來參加 因為每次來參加的話呢 因為每次不同的講師都會帶給我們不同的創意 每組學員都專心聆聽講師們上課 並請做筆記 對於學習到來自台灣的最新教學理念以及方法 感到受益良多 台灣宏觀電視王永鑫 菲律賓馬尼拉採訪報導